因为基隆水晴灯号转为绿灯 基隆市长刘昌开心的宣布 海水淡化设施确定不来基隆 我想这是个好消息 就是因为水晴已经解除情报 所以这个海水淡化厂 其实也不需要迁到基隆市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刘昌进一步表示 由于基隆主要取水来源 基隆和水量丰沛 加上基隆将逐渐进入雨季 基隆用水到年底都不予溃乏 属于利潮市的新山水库 一个半月后更渴望重回满水位 我们视频朋友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们基隆市所引用的这些水源 其实基本上都是用河水来抽取 然后进化之后送到家户 这个是每天抽取 所以跟其他的县市 都是使用水库的水源 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的新山水库 基本上是一个备用的系统 所以它是离潮市的 也就是平常的时候 把水从基隆河抽上来 新山水库来储存 那日常的时候就是用双溪供疗的河水 还有基隆河的河水 直接进化之后送到家户来使用 那不过现在因为台风来 现在基隆河跟双溪溪的水量 都非常的丰沛 所以我们的用水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到明年的时候 基本上用水都已经 这个问题已经解除 那目前每天从基隆河 抽到新山水库储水 大概每天是8万吨到10万吨之间 我们预计大概一个月 可以储存250万吨的水 所以这个很快的 新山水库的这个水库 也会慢慢的到达满水位 那接下来因为是基隆的风水期 所以我们不担心 会再有缺水的这个问题 上任后持续协助在水公司 降低基隆河漏水率的立法委员 蔡世映者表示 将督促水利署方面 紧速进行深水井计划 以备不时之需 那未来其实水利署 在我们东北角的区域 会先首先挖掘几个深水井 作为未来的备用的使用 那这个部分就是 预防当有类似的焊象 在发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即时抽取深水井的水 让基隆市民的用水来不予匮乏 那这件事情我会来要说 水利署平安就开始来做探测 来过去使用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道